男孩新人女团5050 在去年11月正式出道 推出的歌曲Cupid 在短短4个月就场进美国告示牌 Hot Hunter榜单 超好成绩让5050被称为小公司的奇迹 然而主打歌Cupid日前就爆出抄袭争议 进入一名土耳其男歌手 在个人社群写下 5050发行了一首超棒的歌曲一起听听吧 但好像听起来有点耳熟 该名歌手将Cupid与自己在2017年发行的歌曲做比较 许多人听了之后都认为两首歌非常相似 而其中一段女生演唱的部分 也让网友认为根本是一模一样 瞬间在网上掀起热议 对此经纪公司回应表示 虽然觉得歌曲不是抄袭 但正在向作曲团队确认 由于作曲团队接来自海外 因时差等问题 经纪公司正式立场将稍后公布